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根据NBC新闻台的报道 北韩的一位新人歌手在庆祝新年的舞台唱的歌曲 因为被质疑抄袭了尤家庆鼓的歌曲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我们先来听一下尤家庆鼓的歌曲 接着是北韩歌手的舞台 大家觉得像吗?就算是真的抄袭了也不能怎么样吧? 希望就算是抄袭也能因此发展 让国民们能享受一下 比起抄袭音乐 在北韩也不是外国人的北韩人 能穿这种服装上舞台让我更惊讶 对,在我印象中北韩歌手唱歌的时候 都是穿着那种韩服的感觉 要播放全曲吧 这种程度的话不算是抄袭 是吧,克克克,索文姐姐提到的就是这个吧 总结一下就是 尤家庆鼓棒棒 下个消息是 1月17号Promise9成员一切 在与粉丝们进行直播的时候 因为持续收到酸民人生恭敬性的留言 以及辱骂父母的留言 最终流出眼泪,结束了直播 因为读那个留言内容 影片一定会黄标 所以就不读了 还不都没有在检查评论吧 疯子在那里乱叫也放着 也不过滤那些酸言 到现在还看得到 我不是这团的粉丝 但是看到留言内容就觉得很心疼 真的太恶心了 这是在跟粉丝沟通 公司就这样放人不管吗 第一次看过这种类型的酸言 让我镇定不下 用这种内容刷屏的人 真的是像疯子一样 好可怕 不喜欢就必要看 为什么要这样 虽然疯子的逻辑我们正常人是不能理解 但真的是很奇怪的人 总结一下这个内容就是 留恶心酸言的人都得 2023年面临续约的爱豆团体们 在韩国与经纪公司的专属合约 法律规定最长是7年 所以出道后的第7年 就会面临续约起见 而今年2023年是 2016年出道的爱豆组合 需要续约的时期 所以就整理了一下 2023年合约到期的爱豆组合 Brave Girls Astro Astro Uju소녀 Blackpink Pent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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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 Tone Momorand NCT Mamama Mofi 淀粉少年团 HU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